音乐很容易使人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和联系 在构建社会和谐和提高社会凝聚力中的作用是极其显然的 音乐不但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理 还能在潜移末化中激密人鼓舞人 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 人们要重视音乐的作用 学会在快节奏的社会发展中享受生活 释放自己的心情 新加坡管理学院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一所国际教育学院 进校五十亿年来 新加坡管理学院为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吸引着全世界各地优秀的留学生前往新加坡留学生走 来到新的国家的留学生们 在异国他乡 有时难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我叫文明 今年二十一岁 在乐队中充当一个电吉他手的角色 新筛号的话 平时除了弹琴唱歌 我们还会出去打网球啊或者拍照片什么的 一开始听音乐只是跑步的时候回听 就觉得街上有点吵 需要一点声音来盖一下 明天你是否很小姐 昨天你写的日记 然后接触摇滚了之后 我觉得那些旋律啊 或者他的节奏 主唱的一些很烟酒嗓的那种嗓音 你还蛮能帮我抒发自己的情绪的 有时候会觉得有些感觉 讲的别人可能会不懂 但是一些歌里他会帮你写出来 就还蛮受感动的 我叫风丽娜 然后乐队成员都叫我丽娜 我今年21岁 在乐队里担当的角色就是鼓手 因为看了爆裂鼓手 所以就爱上了鼓手 觉得做一个酷酷的女生挺好的 我们乐队组建了一年多了 是去年16年10月9号那一天组建起来的 主见的原因也特别简单 就是因为学校要筹办一个国际选择晚会 所以我们那一届的主席陶以祥 把我们就是聚集起来了 挺荣幸的 就是可以认识到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 也算是志同道合吧 因为大家都有同样一个目标 就想把音乐做好 所以就是拥有了我 原生一次的第一个面对 我叫董何嘉佩 我名字是四个字 然后我24 然后在新加坡这边读书嘛 我家里就挺普通的家里 我妈妈都是打工 然后自己做点小声音什么 然后也就送我出来读书也挺不容易的 你把上台列组合 你舍得揭开吗 这么说我自己很喜欢听歌 然后也很喜欢唱歌 然后弹姿态也是为了 就是要学一学唱歌什么的 就觉得音乐已经是 就是生活中就不能少的 而且因为音乐也认识很多朋友 我叫张正平 今年24岁 来自福建泉州 在乐队担一个吉他手 我平常的心情爱好 打篮球健身 然后偶尔也会摄影 还要走多久 你转着我的手 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因为 学校的一个国际学生会社团 我们代表学校的中国学生会社团 然后参加这个表演 然后大家才开始认识 然后才有一起逐渐乐队这个想法 有时候就会觉得 找个排练的地方 咋就这么难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乐队的名字叫楼梯口 我们乐队没有地方练 然后studio经常就被别人不服那种 然后要么就是想要去好一点的 排练式的话 价格比较贵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是决定在楼梯口里训练 因为安静 地方又宽敞 这就是我们乐队的名字的由来 这也是唯一一点 让我们觉得会比较辛苦的地方 走望着天空 想起我的心情都要 音乐会带给我觉得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把一群人团 就聚在一起的种感觉吧 因为音乐才有了这么一个小团体 然后有这么小团体 就会让我觉得 有一种好像第二个家的感觉 就是在我的生命中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 应该就是生活会变得很无趣 音乐这个东西是不分国界的 然后也不分语言嘛 就大家 我们也经常唱艺末多的事情 然后不管是中国的朋友 还是外国的朋友都很喜欢 就一次次的排练啊 交流啊 然后就讲一些意见啊 或者就相处过程中 就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稳定的感情 现在这个就是乐队成员 慢慢地开始就是 聚少离多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太普遍了 还是在找更多合适的人 然后当然要自同到分店中 没有人已开始 就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只要不停向前行 用了旋律与节奏的相伴 哪怕迷茫与孤单 也有寄托与依靠 一个人的音符是音符 所有人的音符变成了大合作 走在一望无际的荒漠里 也能比银河更加绚烂